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也是资深媒体人张有华 大家好 前南非总统曼德拉6月8号肺部感染住院以来 他的病情是起起伏伏 看似稳定不过身体状况还是不好 已经要靠机器来维持生命 6月8号南非前总统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自由斗士曼德拉 因肺部感染 再次住进了比勒托利亚医院接受治疗 这已经是曼德拉自去年12月以来第四次入院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位94岁老人健康状况的强烈关切 南非总统办公室6月23号发表声明 证实曼德拉病情恶化 消息传出 大量南非当地乃至国外的民众 纷纷用各自的形式为曼德拉送上祝福 国际媒体记者也在曼德拉的住所和医院外日夜守候 希望能第一时间看到这位反种族歧视的英雄再度战胜病魔 7月4号南非总统祖马再度前往医院探望曼德拉 他通过政府网站表示 曼德拉正在接受一个多学科健康专业小组最好的医疗护理 拥有24小时的随床陪护 感谢国内外各界人士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并驳斥了此前关于曼德拉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报道 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萨当天也在出席一个活动时 谈论了曼德拉的病情 他也表示曼德拉目前的情况虽然严重 但还算稳定 让我说一句 这些日子 现在我们已经在医院了25天 虽然曼德拉偶有些时候可能不舒服 很多时候他在痛苦 但是他没事 格拉萨同时也感谢了所有为曼德拉祈福的人们 而祖马则呼吁所有南非人 在7月18号曼德拉生日那天抽出时间来做一工 帮助他们的社区和南非变得更好 我们看到这个作为这个南非的前总统 这个曼德拉其实从1999年引退到现在已经十几年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呢 依然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请教一下严老师 您认为他个人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曼德拉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当他在坐牢的时候 有可能被获释 但他不愿意做任何的妥协 他认为说你要出来就是无条件的放我出来 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条件 我觉得这个是他第一个 他坚持他的理念 第二个当他出来的时候 大概也知道他应该会是领导人 他也没有推卸这个责任 他愿意来领导 然后一开始也请这个南非的这个过去的总统戴格拉克 来做他的副手 至少维持黑白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我认为他今天能够在南非白人跟黑人之间 这样的一个族群当中达成和解 就给所有附近非洲国家 那些黑人与黑人之间 还有种族群冲突的国家 一个很好的示范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说对黑人非洲国家看到了一条和解的道路 事实上曼德拉他让这个南非 从一个种族隔离到分离之后的震荡降为低点 是他自己以身作则 他看到白人他会伸出他的手 他还敢用白人做他的随护 随护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过去白人系统当中 他的亲近幕僚告诉他说 这些人过去搞不好还想办法要杀过你 但是他并不为所动 所以基本上人民对他的爱戴 除了他的理想 他这个为被压迫者来争取更多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之外 在他的行动跟榜样当中看到果然宽容跟谅解是可以实践成为行为 而且在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当中有发展了 那就接纳了他的这个所谓的和解政策 而看在眼里当中的白人不得不忏悔 然后双方进入一个所谓的新南非 一个彩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祥和的社会当中 曼德拉从狱中出来一直到当选总统 他身边有很多人 但是他的亲信没有一个位居高位的 他没有任用他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 这个是未来南非政局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我现在比较关切的就是他多档伶俐的状况之下 南非的政局可不可能稳定 因为毕竟南非到了今天的经济发展 还停顿不前的话 它会产生的后果是使南非一个民主国家的典范 会慢慢的也走路到像其他邻邦一样 前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这样的评价曼德拉 他说曼德拉或许是全世界最受爱戴 最受尊敬的唯一的国际性人物 因为他不懈的为相互指责的人们和解而战 为消除怨恨而战 为平息冲突而战 还为健康 为教育 为每个孩子有权开启一份美好的人生而战 曼拉自己一生为平等 为自由 为和解而战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早期早年的他也是一位愤怒的自由斗士 曼德拉全名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 1918年7月18号出生于南非克兰斯凯的一个大酋长家庭 他自有性格刚强 崇敬民族英雄 虽然是酋长的儿子 生活却相当贫苦 所谓家里唯一接受教育的孩子 曼德拉在成长的过程中 切身感受到南非黑人所遭受的歧视与布公 他发誓要为所有受压迫的人争取平等 1948年南非开始施行种族隔离政策 迷失在强烈优越感中的白人政府 将黑人视为四等公民 把占据多数的黑人限制在十分之一的土地上 境内动乱四起 此时曼德拉已经参加了 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政党 非洲人国民大会 希望以和平的方式 为黑人赢得平等的权利 然而十余年的罢工 游行和街头演讲 并没有改变残酷的现实 1960年3月21号 南非军警在沙佩维尔小镇 向正在进行游行示威的 5000名抗议示威者开枪射击 导致69人死亡 180余人受伤 死伤者约三分之一是不如 这场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 把南非黑人的抵抗运动 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曼德拉意识到 依靠非暴力的抗议方式 并不能为自己的民族争取自由 他开始组织反抗 创建并领导了非国大的地下军事组织 民族之矛 秘密策划各种反对白人政权的活动 1962年8月 44岁的曼德拉被南非当局 以煽动罪和非法越境罪 大夫入狱 判处五年监禁 随后又被使控 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罪名 改判无期徒刑 从此 曼德拉开始了 长达27年的牢狱岁月 这是他一生当中 最为黑暗的一段时光 在狱中 曼德拉备受迫害与折磨 却从未放弃 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 我们知道曼德拉是这个 波洛酋长的孩子 原本是要可以接任 这个波洛酋长的位置 但是他为了感受到 这些民族受到压迫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成为这个愤怒的战士 或许他跟他什么样的家庭 经历有关系 其实他用现在的语言来讲 他应该是全二代或全三代 因为他在这个祖父时代起 就是这种部落的酋长 他如果愿意的话 他可以继承这样的一个 年轻的就拥有权利 那拥有权利 部落的权利 你大概就有其他的这种享受 甚至于还可以拥有妻妾成群 这个做一个一方之霸 可是曼德拉的写意里充满了热情 充满了对人性的这种基本的信仰 他曾经这个自己希望能够做拳击手 他自己还想到矿坑里面去做工人 所以他的生活里面的领域当中 他对人是感兴趣的 他对自我的这种这个极限的挑战 他也很感兴趣 行业跟人群他的这个接触 换句话讲 他跟基层有非常多的互动 但是年轻时候的他恐怕跟后来他这个出狱以后 所提倡的宽容 谅解跟和解之中还有一点差别 毕竟他血气方刚 当时的他大概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很快的达到让他的族群 他的黑人的这个同胞 得到平等待遇的一个可能性 请严老师来讲讲早年曼德拉投身这个反对运动 他的角色是怎么样 那当时的国际局势又如何 我觉得曼德拉面临的最 就是说不利的国际形势 就是南非这个白人政权呢 在冷战时期 可以说是美国还蛮重要的一个在非洲的棋子 美国担心是苏联或者共产的势力进入非洲 所以南非白人呢就高举反共的大旗 获得美国的支持 即使就说在美国已经走入了 后民权运动的时代 大家开始怀疑这个美国跟南非的关系的时候 南非还是可以维持一段的时间 获得雷根政府的支持 当时大家都认为说要制裁南非 但是呢雷根说我们要继续建设性的交往 说如果我们不投资南非 那南非的企业没有工作了以后是黑人受伤 他用这个理由来做 那到最后很多人说 因为有欧洲的制裁 美国也做了一些制裁 所以最后白人让步了 到80年来末期 那90年就把它放出来 可是我的观察是认为是 根本就是因为冷战结束了 南非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就是说南非的白人政府过去靠说我反共 美国可以挺他 那等到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想说我还跟你这个少数执政的政权在一起吗 不可能嘛 所以那白人也大概意识到 他们的这个这个为数时间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 就是如果今天时间对的话 曼德拉根本不需要受那么多的苦 但他刚好开始这个参与这种武装抗争的时间 就是这个整个冷战的时间 所以他受了那么多的苦 我们知道曼德拉在27年的牢狱岁月 养成了宽宏的胸襟 那有华哥来讲讲 他在这27年曾经受到什么样的迫害呢 曼德拉他关在罗门岛的时候 他一再要求南非政府当局 说政治犯应该享有的权利 但是他接到很多不人道的迫害 而这些不人道的迫害跟他的妻子 跟他的儿子 跟他的女儿都有关系 就是说除了一般的灵虐以外 这些我就不讲了 你要知道他待在狱中的时候 他儿子不明车祸死了 就是说是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谋杀 他通通都没有讲玉方对他封锁消息 然后他发出去的信 一封都到不了他太太的手上 那第二个他太太足足被关了差不多48天 48天是全身赤裸 他也不告诉曼德拉 那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他的行求 曼德拉是可以接受 可是对于他心灵上的这一些折磨 是足以让你心神丧失 家破人亡 曼德拉在自传中这样写自己离开监狱的那一刻 他说当我走出求是 迈向通往自由监狱大门的时候 我已经清楚 自己若不能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 那么其实我仍然在狱中 正是有这样的胸敬跟不爱的胸怀 才使后来的南非成为各种肤色人共同拥有的彩虹国度 1990年2月10号 面对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制裁 先上任不久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宣布 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曼德拉终于重获自由 在监狱中失去人身自由的那些孤独时光 让曼德拉不断思考 他的肉体被禁骨 精神却得到了解放 出狱后的曼德拉意识到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 种族主义者同样也是囚徒 他们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栏穷尽着 曼德拉以他的宽容和智慧 否决了当时甚嚣禅上的暴力推翻白人政权的计划 而是致力于化解南非不同族群之间的仇恨 他以身作则 主动与德克勒克联手 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 并积极推动建立一个全民族共有的新南非政权 因为他们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委员会在1993年10月15号 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耀授予了曼德拉和德克勒克 1994年4月 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 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 曼德拉也成为了南非历史上的第一位非人总统 从昔日生死游人的囚犯成为手握大权的领袖 曼德拉并没有邪怨清算 而是选择放下仇恨拥抱全民 他引导南非成为了各肤色人种 和谐共存的一个真正的彩虹国度 我们的民族的东西 感恩贵尔和平奖的语抱 我们的语抱 我们是否得到国家里的语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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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拉也是南非第一个选出来的黑人总统 在他的执政期间 他做了哪些很有贡献的事呢 其实曼德拉不是一个经济的学家 他在南非所面临的问题上 比方南非的很多的犯罪问题 或者说失业率问题 或者是企业的国有化私有化问题上面 其实都还是蛮困难做决定的 那后来到他当选没多久之后 其实失业率 南非的这个黑人的失业率还是蛮高的 可是在国际的这种 既有的一个南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之下 他也去别的国家去招商 这是曼德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他去请人家来投资南非 所以他很快的从这个监狱出来以后 他就知道做一个现代的治理者 一个management应该是怎么样做的 他还训练下面这个放手 让他的下面的这些经济团队或是政府团队去做事情 显示出这27年当中 他不只是以胜者的这种精神号召为主 而他在所谓的曼德拉大学里面念到的书里面 也有一些所谓的企业的管理 那刚才Coco姐提到的 我觉得很需要特别重复的部分 就是他今天非洲有个迷思 叫做big man politics 大强人政治 但是所谓的强人 那个big man 其实这个人不是很大 有些可能瘦瘦小小 但他就是一致症 就是二三十年 那今天我觉得曼德拉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政治权利其实不是什么东西 不需要那么念战的 所以他可以自己以身作则 五年下台之后来跟你们来谈 希望这些领导人 不要只看到这一个东西 短暂的东西 而不去做可以为国民做更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说服力 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讲的 所谓技术官僚的这种协调和平的人 没办法有的这种资历 曼德拉曾经在接受一个采访 就是说不是圣人 却不得不装作圣人的样子 可可姐你怎么理解她这句话 其实那是因为她非常知道 在南非的群众心目当中 她是超越凡人的 其实她讲的这句话 是讲到非常的自我内省之后的 一个非常平凡的告白 这个告白的意思就是说 她也不得不有那种令大家来崇拜 然后去让她的年轻的一代 能够走上正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可是她自己真的不是圣人 所以她说如果你不是圣人 不是一个神要装成圣人的样子 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克制 是一种为达到另外一个良善目标的表现 那她这个人的不是圣人的部分 其实在很多关于她的故事里面都有 有比方其实她对她的儿女 她是蛮这个蛮有那种希望能够享受天伦之乐的 可是她的儿女因为她监狱这个服刑了那么多年 没有很大的很多的情感 那她在在一个电影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她周末的时候 她的女儿都不来看她的时候 她也是觉得非常孤寂的 当她的这个属下问她说 那你跟你的家人何时见面的时候 她的答复是非常生气 她说我有四千两百万家人 可是事实上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的自己的家属跟她并没有那种 如沐的妇女之情 所以我觉得她也想做一个父亲 她也想做一个这个丈夫 她也想做一个在群众当中 她是一个被照护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她讲的是一个坦白的话 这个坦白的话由她讲 就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 因为她自己知道 她做圣人的时候是为了别人 不是为了被膜拜 所以她可以非常坦然地讲出这句话 是我们看到这个曼德拉在抗争的时候 是铁骨铮铮 可她一旦掌权的时候 处理很多事情 就是身段非常的柔软 才造就了今天让各种 父亲人共同拥有的彩虹国度 那么她一生为民主 为自由 为和平 为平等在抗争 为了自己的事业 她为自己的家庭感情 也失去了很多很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我们来关注曼德拉的情感世界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夜航 我是叶星灵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曼德拉的情感世界 为民主和自由的事业奋斗终身 曼德拉被孙称为南非的国父 然而 这份事业背后所付出的代价 却是一位失职的丈夫 与父亲的心酸 曼德拉的一生曾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任期子 伊夫林为曼德拉生下了四个孩子 但由于曼德拉全身心的投入 反种族隔离运动 很少顾及家庭 父亲俩的隔阂加大 1955年 伊夫林带着三位死女离开了曼德拉 她的第二次婚姻最受人关注 1958年 在应对叛国罪的审判过程中 曼德拉与年轻漂亮的温妮一见钟情 温妮不顾父亲的劝阻 义无反顾与曼德拉走入婚姻的殿堂 温妮曼德拉曾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 她为曼德拉生下两个女儿 在长期的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温妮 以战斗 忠贞 慕爱的形象 赢得了广大黑人的爱戴 曾有黑人母亲之称 然而 两人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并在共同见证了新南非到来的辉煌后 却因为政治理念上的分歧 在1996年选择了离婚 我决定了我的妻 我决定了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我决定了 二十七年的老狱生活 我决定了二十七年的老狱生活 以及出狱之后的公务缠身 让曼德拉失去了与家人之间的亲密感觉 除此之外 他还经历了许多丧尸亲人的痛苦 六个亲生儿女中 他参加了其中三个的葬礼 1945年 曼德拉才九个月的大女儿因病夭折 1969年 大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遭遇车祸死亡 2005年1月6号 二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也因艾斯病去世 终年54岁 这一切都让人们同情曼德拉家庭生活的不幸 也感叹他为争取黑人自由的事业 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过高昂 伴随曼德拉反种族隔离斗争 漫长岁月的第二任妻子温妮呢 被人们称为是这个南非人民的黑人母亲 但是后来呢 却跟曼德拉是分道扬镳了 为什么温妮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温妮她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女性 她会学习曼德拉的做法 去跟白人政府去抗争 好比说她被驱逐出黑人区 而进入白人区 而白人去羞辱她的时候 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白人认为是坏的 黑人一定认为她是好的 就是当白人越来越羞辱她的时候 她的声望就是越来越高 这是第一个 但是不可否认的 温妮她也学了曼德拉 她教育了很多黑人的小孩 她成立一个黑人家长会 就是她主张黑人也有受教育的权利 等等 好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她过去跟南非的驻外使馆的很多官员 都非常非常的熟识 一有曼德拉的消息 她都是第一个向南非使馆报告 等国外的媒体都已经汇集到南非的时候 她再从南非宣布 但是她自己本身她也是斗士 她曾经七次 好 下到监狱里面 被南非政府一丝不挂地关在牢里 就是说她在监狱里面的一些惨状 其实也并不比曼德拉差 那只不过她是女性 那她又是曼德拉在监狱里面的代言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南非就是把她慢慢视为一个叫国母 国母 那她跟曼德拉的分道扬镳 当然除了那个绑架案是一个导火线以外 真正重要的原因 她不但想要掌权 而且她要掌权 钱跟权 那这一点刚刚好是曼德拉计会的 所以她们不得不分离 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我们再来看看曼德拉八十岁的时候 娶了她的第三任妻子 格拉萨 格拉萨当了两个国家的第一夫人 可可姐来讲讲 她们的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样 这个大概是对全世界的女性来讲 这位格拉萨女士都是最令人呈现的 因为她个人也有非常好的这个条件 她在墨山比克是非常被受尊崇 而且她受到非常好的教育 她有法律的背景 这跟曼德拉她早年的这个大学的这种专科是一样的 那还有当时曾经这个有这个非洲的重要的政治界人士 包括墨山比克都希望把她能够推成为联合国的秘书长 那如果她自己努力争取的话 她可能也可以做到 但是格拉萨她选择了让自己回到她自己的国度 那她跟这个曼德拉在结婚 九八年的时候结婚 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候 而且是曼德拉八十岁的时候 那在晚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灵魂的伴侣 这是曼德拉非常 她虽然度过了军狱生涯二十七年 可是呢 她在晚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位 跟她在心灵精神跟知识 还有人生的这种信仰 甚至于人格特质上都类似的一位伴侣 是非常幸运的 而她在生病的这个末期 这个非常痛苦的这种跟病魔斗争的时候 这位格拉萨女士还是在她身边 那格拉萨女士恐怕 也是她跟她的儿女之间的 特别是她后来儿子都去世了 跟她的女儿跟孙辈之间的和乐家庭里 格拉萨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跟调和的角色 让曼德拉她在晚年的退出政坛的这十几年当中 都可以那样的温和 都可以那样的绅士 然后外表都可以看起来是那么的天使 我相信跟这个伴侣是有关的 其实曼德拉对子女也是非常宽容 她曾经在很多的场合说对子女是愧疚的 因为她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她身陷淋鱼 等她有精力有时间去照顾她们的时候 这些子女又先后的离开了她 尽管她子女缺乏父亲的观 但是现在个体上有很多的巨星 却觉得曼德拉给她们父亲一般的观爱 那么到底又怎么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 接着回来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海峡夜行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曼德拉其实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崇拜者 尤其是在文化体育界 很多欧美的流行的巨星 都是以能够见到曼德拉为荣 他们还特意到南非去专程去拜访曼德拉 虽然晚年逐步退出政坛 但曼德拉的魅力依然闪耀国际 迈克尔·杰克逊 席林迪温 惠特尼·休斯顿 瑞尔史密斯 贝格汉姆 罗纳尔多 九王贝里 全王刘易斯 这些国际知名的巨星们 都对曼德拉保持着崇高的敬意 许多人都以借曼德拉一面为荣 曼德拉可以说是 这些备受崇拜的国际巨星们 所崇拜的偶像 早在曼德拉被关押期间 惠特尼·休斯顿就曾在美国 为他举行庆声演唱会 声援曼德拉 当曼德拉从阶下球 一跃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之后 惠特尼更成为首位到访新南非 并举行演唱会的国际艺术家 当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 听到曼德拉对自己的赞扬 惠特尼激动不已 曼德拉则亲切地为他擦去眼泪 而另一位时代巨星迈克·杰克逊 也曾经多次拜访曼德拉 不但参加曼德拉的生日聚会 他与曼德拉携手公益事业 将举行大规模慈善演唱会 所筹集到的善款 捐给曼德拉儿童基金会 杰克逊说 他把曼德拉当作自己梦想中的父亲 2003年全球各界的名流 不远千里 专程前往南非约翰内斯堡 参加曼德拉85岁的生日晚宴 到场的贵宾有荷兰女王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主教 以及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家三口等人 来自欧美的众多文艺明星 还在现场为曼德拉唱起了欢乐的生日歌 以一位政治人物的身份 却能收获如此之多的敬重和爱戴 曼德拉的婉言可谓不愧这一生 我们发现围绕曼德拉 有一个文化现象很有意思 就是全世界的文化人士 尤其是欧美的文化界 人士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 就纷纷以曼德拉为题材 创作很多的艺术作品文艺作品 请教一下颜老师 为什么曼德拉可以给这些文艺工作者 带来那么多的灵感 我觉得就是他的这种inspiration 对大家年轻人的一个启发 是一个这么艰苦的环境 他能够维持他的理念 不做任何的妥协 然后继续跟挑战这样的一个 不公不义的环境 我觉得很多的艺术家 可能也是常常会觉得说 我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好像环境不允许我 所以会让他们得到很多心灵的启发 我们刚刚看他的这个生日趴 真的场面好大 可可姐来讲讲他的国际影响力 还有曼德拉为大家留下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 我觉得曼德拉给大家最宝贵的资产 他是一位文学家 诗歌的敬爱者 他是和平诗者 那他另外他还跟这个世界融合 你看他的这个庆森party 这个庆森派对 就是一个全世界的这种艺人歌手 这个舞者他们争取曝光的机会 南非这个国家很特殊 因为他的语言是这个英文 那他有这个英国的这个传统 又有荷兰 再加上美国的影响 所以全世界的一个宇宙的语言 可以在南非这个国家 然后曼德拉 他又可以跟这个全球的这个艺人相这个沟通 而带动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一个派对晚会 这就是曼德拉他个性随和的一面 曼德拉个性能够跟上时代的一面 我认为在我们的这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当中 或说历史的追怀里 曼德拉确实他是空前 而且我相信恐怕是绝后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到海峡遥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用一首香港乐队比亚 特意向曼德拉致敬的歌曲 《光辉岁月》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我们相信 因为本集团能在对面里 我们下到途天吹 了解 在保持您的 感谢观看